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在最优化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人们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 他都希望能够获得最佳的处理结果 如何获取最佳处理结果的这样的问题 我们称为最优化问题 这个针对最优化问题 如何选取满洲条件的方案和具体措施 使所得结果最佳的方法 我们称为最优化的方法 这个最优化问题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我们在数学分析或者是微级分中 已经学过的求函数的机制 另外的一类就是现在我们在谈的放函的机制 那么求函数机制的这种方法 一般我们称为这个数学规划 或者是线性规划 当然如果是这个函数是非线性规划 所以实际上是规划类的数学这种方法 来对这个函数来求机制 当然就说函数的机制这种问题 我们称为静态最优化问题 求放寒极致这种问题需要用到变分法 还有这个最小最大值原理 或者是动态规划这些方法来处理 这一类问题我们称为动态最优化问题 通常称为最优控制问题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个物体在液体中做直线运动时 它所受到的阻力与运动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现在我假设这个物体要在规定的时间 就是0到TF内 从起点X0等于0 要到这个终点XTF要等于S 那么而且中间的速度不受限制 中间的速度不受限制 问该物体采用什么运动方式 运动方式XT 它所消耗的能量最小 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消耗的能量等于克服阻力所做的功 为速度的平方乘一个比例常数 这个是通物理测量实验做出来的 由于该常数在极致过程中 不起作用 因此目标函数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样一个形式 而且越速边界条件 根据刚才给说的7点是0 到中点的时候距离是S 所以该粒子的目标函数的字面 是表示物体运动方式的时间函数 那么静态作用化和动态作用化问题 并没有截然的界限 但在数学基础上 它分手两个不同的范畴 静态作用化问题 它属于运出学的范畴 而动态作用化问题 属于变分学的范畴 它的理论框架不一样 最优化问题的三个基本要素 显然一个目标函数 一个约束条件 还有一个就是求解的方法 这个目标函数 就是用数学的方法 描述处理问题 所能够达到的 所能达到结果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的字面量呢 是表示可供选择的方案 即具体措施的一些参数或者函数 最佳结果呢 表现为目标函数 它去几值 在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呢 通常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 这些限制的数学描述 成为最优化问题的阅速条件 求解方法呢 是这个使目标函数取极值 所得结果成为最优解 你比如说 这个火箭飞行问题 现在是啊 一个只能为M的火箭 做水平的飞行 我们用这个ST啊 来表示飞行的距离 而且深力呢 为L 与这个重力MG啊 这个G是重力加速度 它是相平衡的 深力和这个重力相平衡 空气的阻力啊 空气的阻力 与这个火箭飞行的速度呢 速度就是DSDT啊 与深力L 有下面的这么一个关系 就R是跟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其中AB呢 都大于零 是常数 它就要试求 火箭飞行的最大距离 这样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产品价格 最佳调整物价管理部门 根据市场预测 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 决定呢 将A商品的这个价格 PT 由现在的P0 等于70元 调整到100元 那么就要要求啊 各个公司 自信在一年内 完成这个条件的任务 这个某一个公司呢 这个经营A产品呢 是多年 知道A产品的这个销售量S 与它的这个价格 以及价格的这个变化率啊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利用这种关系呢 为使得总经营最大 如何制定最佳调价方案 这是在经济领域里面 一个用途啊 最后呢 我们需要用变分法 和这个自由控制的方法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 升降机啊 像电梯一样啊 它的这个最速降落问题 谁有一个升降机W 它的质量是M 啊 你不是说 这个 这样的一个升降机 啊 好 这个一方面呢 它受重力的作用啊 是MG 啊 G是重力加速度 另外一方面呢 它受到控制器作用力的作用 它的值是UX 并且UX啊 满足这个 这么一个部门事 它就说 它是 它有这么一个界限 啊 其中呢 UM呢 为大于MG的一个常数 所以这个YX啊 是升降机W 这个 离地面的高度 对X球导数的话 那是它的 垂直运动的速度了 啊 现在假设呢 在这个初始的时刻啊 X0的时候 升降机W呢 离地面的高度啊 与 这个垂直运动的这个速度呢 分别为给出来了 啊 就是高度和速度都给出来了 啊 问 如何选择控制作用UX 它的变化 规律 使得升降机W 最快地到达地面 并且啊 要求到达地面的速度是0 啊 也就是说要求这个 YXF等于0 同时呢 Y的导数 也等于就是速度 也是为0 啊 这样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最终都可以用 这个变化法和自由控制来 来解决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就是登月舱的月球软捉漏问题 为了使宇宙飞船啊 登月舱在月球的表面啊 实行软捉漏 也就是说落在月球表面的速度 为0 我们称为软捉漏 啊 那么需要啊 那么需要啊 选择这个发动机 推理的变化规律 以便呢 使燃料消耗量为最少 这么一个图 它要软着路 啊 好 我现在设这个登月舱的质量为Mt 为什么Mt呢 为什么跟实验有关呢 是因为这个随着 随着它的运动 它消耗燃油 那么它的质量就在变化 它离月球表面的这个高啊 这个为Ht啊 也是跟实验有关 垂直运动的这个速度呢 Vt 啊 发动机的推力呢 Ut 月球表面的引力 加速度 为 常数机 所以这个登月舱 这个 自身的这么一个质量 为M1 所携带的这个燃料质量呢 为M2 好 那么 初始的这个高度呢 为这个H0 啊 初始的垂直速度呢 为0 登月舱 自某时刻 就是某个时刻 我们称为 0时刻吧 开始 进行登月着陆过程 就问了 如何选择发动机 推力的变化规律 以使燃料 消耗量为最少 这显然是一个现实 非常现实的问题 这在 2015年这个 全国大学生 大学生数学节目 竞赛中啊 也有类似的这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 所谓的姿态控制问题 下面一个图是 人造卫星呢 姿态控制 是一图 A B A B 这两组 是那个 都是小孔 可以喷那个 燃料 就是 也就是小喷嘴 喷出的这个 喷出燃料的时候 产生这个反作能力 可以使卫星 卫星体 旋转 并进入要求的姿态 用A和B 来表示什么呢 这个 两组 这个 斜对称配置的 喷嘴 它是成对工作的 成对工作 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刻 如果在某一个时刻 T0呢 卫星体的 偏离要求的姿态 一个 θ T0角 就偏了一个 这个角度 而且正以这么一个速度 角速度 还在继续偏离 那么呢 要求从T0时刻起 加上一个适当的控制力 使得卫星经过最短的时间 重新回到要求的这种姿态 好 如果用这个TF表示终端的时间 也就是再要求 这个θ TF等于0 同时啊 到那个时候也不旋转了 它的角速度为0 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啊 并且使这么一个 这样的一个放函 最小 这就是 这个上述的这个 自态最优控制问题的 所谓的性能放函 或者性能指标 这是一个 就是说我要求时间最短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自态控制问题中啊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 对这个控制系统提出要求 你比如说 要求在控制的过程中 消耗燃油最小 反作用力呢 F是由于从小喷嘴 喷射出高速燃料 推进剂产生的 它的大小呢 与单位的时间里 喷射出燃料的这个数量 成正比 这都有一定的规律 如果A呢 这个喷射出的时候呢 F是正的 如果Z由这个B 喷射出的时候呢 F为负 但是单位时间里面呢 消耗的燃油总是正的 它由F的这个绝对值成正比 因而呢 与右梯的绝对值得也成正比 所以呢 于是这个最省燃料问题的这个性能方法呢 就可以定义成这样一个 这是在 卫星 自财调整的时候 采用这么一个 就是使燃料最 消耗最少 这是一个最小的燃料问题 你如果 在这个时候 即要要求 这个消耗的燃料最少 同时要兼顾时间也要最短 那么呢 性能方法 你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你前面 如果前面这个全锡周诺 是一个 是一个常数的话 那么自然就是 刚才的前面两种的一个结合 就是若要求 这个 动作快 就是这里头是一些 这个专用的数据 就是加大这个落 若强调这个省燃油 那就减少这个落 所以这些问题 都可以用变分法 和这个最油控制的方法 来解决 那么最后呢 像这种问题 还形成了一个专门的问题 就是燃料时间问题 许多 还有许许多的 其他的现实问题 都可以应用变分法 以及自由控制的方法 来建模 来解决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